师妹 师妹怎么样 糟了 怎么办啊 这个怎么办 师傅 都还跪着干什么 赶快去找大夫啊 是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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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许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 我来找天鹰的 他在下吗 天鹰生了疾病 我们正准备去找大夫 许公子 许公子 师傅现在正在气头上 天鹰也是因为这个 才在大雨里跪了一整夜 你这个时候 就别再往枪口上撞了 许公子 许公子 你让我进去吧 不是要找大夫吗 我就是大夫 是 你来干什么 天鹰 他怎么了 别离我妹妹那么近 我已经近人你很久了 天鹰他变成现在这样子 都是你害的 你让我帮他诊病吧 许先生 这可是我们戏班的驻地 你这样擅自闯入 就别怪老夫 对你无礼啊 让我给天鹰看病吧 你们要杀妖寡 请自辩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是要帮天鹰诊病 胡说八道 你是西医 不在医院 你怎么给天鹰诊病 中医为体 西医为用 中医我也学过 二行 我是你们现在 能找到黎天鹰最近的大夫 爹 爹 爹 天鹰的情况怎么样 他最近又跑医院又跑西医院 早上到晚上 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过 加上又淋了一场大雨 已经感染了严重的风寒 这是药方 赶紧抓药 给天鹰服下吧 按照方子去抓药 是 田子 先送客 是 是 不是 出去 你听我 你别推我 让我陪陪天鹰好不好 我求你了 求我 你许公子竟然会求我 我断天赐可没那么大的面子 这都是师父的命令 做弟子的也不能违抗 当时我有一件事 想求许公子你 求你不要天天惦记 怎么活害我妹妹 她还那么小 你能不能放过她 是 你是救过我爹一命 我们西班一直心存感激 处处礼遇 可你不要禁酒不吃吃罚酒 你这样会让我不禁怀疑 你当时救我爹的真正动机 总有一天 我会让天鹰看起你的真面目 天鹰 天鹰 天鹰啊 天鹰 醒了 来 爹 把药吃了 来 慢一点 来 来 再喝一口 来 秋秋 你看看 你看看 来来来 来 没事吧 你看看 你看看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闹 爹 我真没有胡闹 你要相信我 女儿啊 爹相信你 只是啊 你以后要记住 人言可畏 那孤王近来 咱们西班里有多少人 就栽在这四个字上了 在东江啊 鱼龙混杂 人心难测 你设施卫生 又太过单纯 爹什么时候这样罚过你啊 这次 还不是因为太过担心你了 爹呀 就盼着你 能好好地唱戏 将来呢 找个好人嫁了 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就行了 我知道了 爹 乖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看来这个小堂仁对你很重要啊 睡觉都抱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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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罗兰蛋糕店没见过这款啊 你定做的 还是大哥你有眼光 我跟你说啊 这个蛋糕 是我找紫罗兰蛋糕店的大师傅 专门帮我定做的 不错吧 这小人怎么看着那么像唱戏那天鹰啊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不是 当然不是了 我做个他插蛋糕上面干什么呀 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个票友就好这口 这纯属我的个人喜好 怎么样 今天感觉怎么样 有胃口吗 我没事 我当然有胃口了 当然大哥我跟你说 许晴成 他现在绝对是公报私仇 他现在每天让我喝粥 让我大量地喝水 结果害得我一趟一趟跑厕所 你说 大哥你不会是空着手来的吧 来 趁热把药喝了 还在生我的气啊 跟我来给你治病 可是跑遍了大半个东江找大夫 才给你抓到这副药 天鹰 你也是 怎么那么傻 让你跪 你真的跪了整整一个晚上 你不要命了 有些东西 比性命更重要 这个世界上 哪有什么东西 比性命还要重要 有 尊严和自由 傻姑娘 竟这些歪理胡说 人只要活着 就没有绝对的尊严 也没有绝对的自由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怎么这么苦啊 良药苦口 老规矩 吃完了 奖励你糖果 哥 我已经长大了 你不要再把我 当成小孩子了 是啊 这一转眼 都是个大姑娘了 小时候就是怕吃药 非得用糖红着 反正这次 我不吃糖了 我要自己把药喝掉 你就放心吧 乖 乖 你 许兴成 你 小心一点 来 小心 许兴成 你怎么又爬窗户啊 这样 多危险啊 没办法啊 大门不让进 我又担心你 就只能这么做了 你 好点了吗 不烧了 确实比早上好多了 早上 你早上来看过我 我不仅看过你 还给你好了脉呢 你以为你吃的药 是谁给你写的房子开的 原来 原来 是这样啊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只是淋了点雨 淋雨 你 你昨天晚上就来看过我了 嗯 还不是担心你吗 你 怎么这么傻 不知道 找一个地方 抖抖雨啊 我们坐下聊吧 好 小心 好 好 你爹是不是又烦你跪了 早上检查得那么仓促 我再帮你看一下吧 不用了 没关系 没事 这个 真的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了 都怪我 你爹才会罚你的 不是的 其实是怪我自己 其实 我之前答应过爹 在成绝之前 不交朋友 不要自由的 是我自己没有做好 旧思想 现在是民国了 为什么还要进骨女性的思想呢 你知道吗 早在1791年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领袖 奥兰普就说过 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 所以在西方 很多女性都发起革命 要捍卫她们和男人 平等的权利 真的吗 西方的女性 这么勇敢 对啊 你也可以勇敢起来的 好 但是 革命是需要时间和技巧的 不能硬碰硬 这是我跟我爹 长期斗争出来的经验 我是不是说得了 知道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好好休息吧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刷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摔着摔着就习惯了 我已经从三脚猫功夫的小毛贼 变成困犯了 拜拜 拜拜 妇女本是自由人 你那咖啡 谢谢啊 不客气 你卖了半天的关子 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快说呀 是不是刺杀罗夫生的人 已经有线索了 明明是你摆出一副专家的样子 就算有线索 应该是你告诉我呀 美高美现场 刺客留下来的泥土 我已经化验过了 可是并没有找到 与其相关的直接线索 那看来是白忙活了 你别光顾着喝咖啡 你找我什么事啊 没事的话我回家睡觉了 困死了 困了 喂 这大白天的你困什么 我 昨晚上干吗去了 我是忙了一夜的手术 一夜的手术啊 你有什么事你就快说 我看不像 我猜 你是不是去找那个叫天音的戏子了 你怎么知道 整个东江有什么树木红家不知道的 哎 你是不是 喜欢那个叫天音的 哎 你干嘛啊你 你怎么知道的 女人的直觉嘛 你 还能算女人 我不是女人你是女人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嘛 是 喜欢 那又怎么样 爽快 挺出乎意料的吧 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跟你又没关系 这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 你嫉妒了 我看你不像糊涂人啊 我怎么可能对你有感觉啊 我说你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清楚 我嫉妒 我再次声明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的是 罗浮生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男人的直觉 就你 还男人 我不仅是个男人 我还是个善于观察细节 观察人心 能做真医生 又能做假警察的男人 这个 我相信你已经脸略过了 绝对不像罗浮生 那样的鱼木疙瘩 你说谁鱼木疙瘩呢 你信不信我拿鞭子抽你啊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这么说浮生哥 好好好 不是 好吗 他不是 不过他确实挺笨的 都猜不出我的心思 要不然这样 我做个好人 帮你传个话吧 好呀 那我们合作吧 合作 我帮你让天音对你死心塌地 然后呢你就告诉他 叫他不要再缠着浮生哥了 那浮生哥就是我的啦 一举两得 你倒是说说 你怎么让天音对我死心塌地 这个啊 山人自有妙计 到时候你照做就行了 所以你今天来找我 就是为了这件事 当然了 这个事要关系到 我跟浮生哥的未来呢 好 好 祝你们幸福 也祝你们幸福啊 无聊死了 带我睡觉 怎么样 好点门 好多了 这唱戏啊 要讲究个事 要顺势而上 爹今天跟马老板好球歹球 才让你今天歇了 可明天你就要上台了 你这腿能行吗 哥 咱们从小学习 什么苦没受过啊 这点山不算什么 再说了 有许心诚这个医生在 他配的药 我一准就能好起来 许心诚 配的药 对啊 你之前 为什么跟我说 是你四处求医求的方子 我就是不想你再接触那个衣冠禽兽 许心诚 许心诚 他许心诚有什么好的 就是他处心几率把你还成这个样子 才有机会给你配药的 真是黄鼠狼给几百年 不安好兴 哎呀 怎么了 把你弄疼了 没关系 天鹰 我想了想 明天早上我们要练功 下午我们就去寺庙里面求个签 最近 西班和你身上发生了太多事情 咱们去求佛祖保佑 保佑我们都顺顺利利的 好不好 好 好 天鹰 你怎么了 难道 真的因为昨天跟洪澜闹的那一出 影响到你了吗 那 明天呢 明天 能够听到你的戏吗 明天 可恶 应该真正想 还能够听到你是个人 还是个人 从旦大远 异火 有个人 这是我 可恶 还是什么 人有没有 在下面 佛祖在上 保佑我爹身体早日康复 保佑戏斑 在东江顺顺利利 佛祖在上 保佑天鹰 能够成为自由的人 随心生活 哥 我去求个千 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我去求这个 我去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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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成为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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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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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 怎么样 班主 怎么还不见天鹰啊 这个天鹰啊 昨天虽然歇了一场 但是他的嗓子还是不太舒服 刚才他要跟着我来着 可是让我拦住了 我让他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马老板 天鹰可是咱们的招牌啊 要唱那就得唱好的 咱不能将就砸了招牌 你说是不是啊 行 班主说得有道理 可是 您身体抱恙 那谁上啊 老老板 你看 天赐 他是我的大徒弟 算时间呢 他跟着我时间最长 他不比天鹰差 既然班主说了 就这么办吧 只是 别辜负了西米的厚望 那是那是 否则 算了 我也不都说了 我忙去了 那就这样 准备吧 你放心啊 放心 怎么样啊 师傅 我刚才沿着他们的路 又去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着 这 这个丫头 简直是越来越贪玩了 别看了 大家赶紧准备吧 大师姐 你招呼一下 好 快去化妆吧 爹 真的要我上吗 可是 可是我还在担心天鹰呢 我想他寻不到我 自然会回西班 谁知道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说 旧场如旧火你知道吗 我知道爹 可是 未来西班的班主是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爹 可是 真是 你以后要当天鹰的家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儿子 这也是个机会 你堂堂欺齿男儿 比自己的师妹差就算了 可你不能 比自己未来的媳妇还差 知道了爹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华正俊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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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慢点开 就你弄这破车 要不你开 双妖兵府 双妖兵府 欢唐妖鹿 双妖兵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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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啊 怎么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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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啊 你 我让你确保他到这儿之前醒不来 怎么搞的你 不是这事能怨我吗 不是你看着这么点才能不行吗 再说咱是绑架幼稚谋杀 我又不认识你们 你们绑错人了吗 别说 别说 警生 你别动 你干什么 你不要动 豫 露准 你别去 你别去 给你们安静点 要咋去玩放 说我告诉你 优智 你别动 樊 快点 优智 我告诉你 你别动 你真是 放开我 真是我揍你了 我放开我 什么人都天哪 余凉 你 优智 你 你自己的 我又不是让你自己的 我又是让你自己的 我去你 你送他 快 你唱的什么样 唱的 唱的 你自己的 你买票的时候我听不过的吗 你不要推票 对 推票 你自己的 唱的吗 他在那儿 放心 对不住啊 对不住啊 下次一定提前把好座给您留着 慢走 刚才里边这位畅的可真是不行 都不如田英一半 慢走 廖部 廖部 您慢走 要不怎么说 田英是卷呢 那是 卷 那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要是天天都是他上 咱也就别来上 小言 大夫 ringing 八扬昌 饿了 我们吹了 爹 马老板那 天赐啊 咱们唱戏的哪该不被人哄呢 我想马老板心里也清楚 他不会追责的 只是 你还想再有下一次 难了 都怪儿子学义不经 藏足上针 我算是明白了 天赐也只有一个呀 儿子没有 你看这小丫头跟我挠的 你嘴怎么那么碎呢 看我这脸不也挠了吗 快走得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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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咱们这儿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哥 要不咱们回去吧 医生不要你出来 你身体还没好呢 我是阎罗王 这样的小伤算什么呀 再说了 我在那医院里待着呀 我都快待出毛来了 那 那要是让大小姐知道 我带你出来 她还不把我大谢八块了呀 谢就谢了呗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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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你们脸怎么回事 里头那脑子 那人呢 里头关着呢 我告诉你们啊 吓唬吓唬她 不许欺负她 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 她怎么样来的 就得怎么样回去 我得给许欣诚一个交代 知道吗 是 是 是 知道 认真点回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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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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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吧 先生 您的蛋糕 走 大哥 是吧 又是给天鹰姑娘买的吧 给什么天鹰买的呀 这是给兰兰买的 啊 给大小姐买的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我就不能给兰兰买了 她上次不是在医院生气了吗 买个蛋糕哄哄她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怕 大小姐欺负天鹰对不对 蛋糕虽然不是给天鹰的 但也是为了她才买的 你费什么话呀你 就你知道有多是吧 我先走了 哥 你不带我一块儿走啊 我的后子要留给蛋糕 所以没你的地儿 你自己腿上去吧 你 我 我还不如一块蛋糕 你给我拿两块蛋糕 好的 给 小姐 老爷和姨太太今晚去苏州了 说不回来了 去苏州了 又胆巴去玩 行行 我知道 小姐 你可别忘了 一会儿林少爷要来和你谈 去片场演戏的事呢 做电影演员可比在美高美 唱歌威风多了 小青啊 你知不知道 现在那件事情啊 对我来说更威风呢 你说我这张妙不妙 我呀 把那个嘴硬的小鸭豆骗子 往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一丢 吓她一晚上 明儿许星成一去 她还不得 往许星成的怀里偷外送包 那可不 可不是谁都像您这样 胆子这么大 跟母老虎似的 小青啊 你刚刚说什么 母老虎呀 说谁母老虎呢 小姐 小姐 我是母老虎 我是母老虎 我今天心情好 我饶你一会儿 不过 小青啊 你倒是提醒我了 你说我这样做 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虽然绑了那个天鹰 但是 也交代手下 要好好照顾她的 这 不算是虐待 小姐 你要是后悔了 要不 我派人去用吧台大叫 把那位天鹰小姐给送回来 您看好不好 说谁后悔了 我告诉你 我洪蓝帮人帮到底 明儿我就告诉许行程 让他来个英雄救美 那个天鹰就是他的了 那我十有八九就是 福生哥 你怎么来了 我专门给你送蛋糕的 你赶紧坐下来 坐下来 尝尝蛋糕 那个 我不饿福生哥 哎呀 吃甜点又不沾肚子 再说了 这个是你最爱吃的蛋糕 来 怎么了 吃点吧 你把天鹰帮哪儿去了 我没有帮他 我刚才在门口 听得意气而出的 哎呀我都说了是假绑架 你干吗那么认真吗 你又不幼稚啊 你都几岁了还这么瞎胡闹 你为了一个戏子凶我 我不都说了是假绑架吗 你干吗那么认真啊 要是我被绑了 你都不会这么着急吧 早知道山我干脆把他绑了 你现在不是已经把他绑了吗 他要是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来 你现在赶紧告诉我 你把他藏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你说不说 我不说 你说不说 我不说 你干吗 你干吗 罗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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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天鹰姑娘被藏片里了 小心 小心 我告诉你啊 不准说一个字 小姐 把当家你别逼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算知道 我也不能说呀 我要是说了 小姐一定不会饶了我呢 我告诉你啊 现在不是在玩国家家的 如果真的出人命的话 不仅是你 还有大小姐 都会受到欺赖 你到底懂不懂啊你 孙小姐 我告诉你啊 你敢说一个字 我弄死你 我现在不是想为难你 你要是再不说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可耻 我 二当家天鹰小姐 在杜鹃山身处的 酒仓库里 小姐